庫默表示 醫療專家預測 疫情可能在45天內達到高峰 州府將積極和聯邦政府合作 增加醫療設備和人力 應對將大量湧入的患者 在週五上午的記者會上 庫默宣布確診1374例 但在會議結束前夕 州衛生廳長扎克更新數字 為約1700例 而在當時公布的1374例病患中 中症住院者為264例 中院率19% 州長提到仍需要額外的 55000至11萬個床位 以及18600至37200個加護病床 來應對疫情高峰 為了不使醫療系統崩潰 庫默表示 首要任務是減緩病毒傳播速度 包括提升檢測力 大紐約三州統一防疫政策 以及增加醫療系統的人力物力 庫默也澄清謠言 沒有封城計畫 紐約州各郡縣無權力自行決定封城 只有他能決定 州長也在此向退役醫護人員呼籲援助 表示願意與聯邦政府合作 希望能動用陸軍工程兵團 以及得到聯邦政府權力協助 另外 庫默和州府兩會達成三方協議 為隔離中的民眾提供戴薪病假 戴薪病假天數是公司規模而定 法規會在相應立法程序通過後立即生效 而有學生債務 醫療債務和其他州府債務的紐約人 將延期追討至少30天 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將從3月16號至4月15號期間 終止對醫療和學貸欠款的追討 之後還將評估是否延期 非醫療或非學生債務者可以申請暫停收取州府債務 訪問官網或不打熱線可以了解更多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